上班了上班了 今天又是第一个开机台 先把机台打开 上午做的这个 这个已经做完了 我要把它拆下来 现在要把它拆下来 拆下来一会四周要做夜轮了 有五件夜轮要做 现在先把它挑下来 用铜棒挑下来 挑下来之后把胶水去掉 就可以转到下一道工序了 这个尺寸是有公差的 它两边的圆弧 有一个零到负十条的公差 我用这个菲尼卡留一下 就是这个零到负十条 现在是小了八条 现在四周上就做这个夜轮 这个夜轮有五件 是个小夜轮 不是特别大 一件应该半个小时就能做好 就三把刀 不过它的邀请很高 不过它的邀请是挺高的 它这个尺寸是深负两条的 它的叶片是零到负十条的 现在分个钟开始干 我也是用了刀库 把城市看在一起跑的 现在跑第一把刀 应该半个小时就能把它干完一件 干完一件要送给瓶碱师去捡一下尺寸 尺寸OK的话就继续接着干 不行的话就再调一下 现在这一件第一件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用烤尺烤的尺寸应该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拿到瓶碱师让它们去捡一下 等它们捡完之后我再接着做 有尺寸不到位的地方再修 这是另外一台法兰克机床做的东西 是绿色的尼龙 有四件 要加工四件 有三个面 然后我是定位做的 这边用了一个小挡块把它挡了一下 定位做的 这是第一个面 然后这是第二个面 这时间很快的 几分钟就做一件了 城市串起来跑的 很快 只能做两个面了 今天第三个面 这是第三个面 第三个面今天做不了了 因为我们快下班了 只能等下周一来了接着干 就是这个面 现在做不了了 时间来不及了 快下班了 已经快七点了 又一天啊 还有五分钟 然后我们收拾收拾收拾 马上就要下班了 把电脑先关了 然后我去关机台 下班了 关机台 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七点准时打卡呢 下班了 下班了 它是104 一个电脑先关机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